如果四位都单身 你要从中选择一位 跟他们细水长流的 细水长流 实际相处下来 我觉得KID 我应该无法接受 我以为你要选他 所以他是第一个被删除的 先放KID哭哭了 出演三立时进节目 上传了各位的中瑶景日 来到名人说生活宣传 在节目当中 分享了拍摄过程 遇到的难题 因为我有听说 有一些人直接还是解放 对 其实我们大部分都是这样 大还是小 只有小啦 大的话船上还是有那个马桶 OK 所以没有人成功解锁 我觉得那个当下应该有点难 我来解释 就是我们通常是出发的时候 我们会每两个小时换一艘 就算是接力 所以你要嘛就把那个两个小时 你要去划船前先把它解掉 不然你就要跟你的队友们 因为我们是意思要两个人滑 你就要跟你的队友先讲好 可不可以尿在船里面 因为其实我们那个 还是会进水嘛 对不对 会 所以我们要穿那个水裙 水裙是它是可以预防海水 就是喷进来 然后就会让那个船不能积水 所以如果你 你在两小时内 你真的有内疾 你要嘛就是把那个水裙脱掉 然后跳到海里尿 要嘛就是跟你的队友先讲好 因为它那个你们是通的 中间没有想放弃吗 因为女生其实还有另外一个因素 就是会有MC来的状态 我跟你说 我就是这么倒霉 触发那一天是我MC的第一天 然后我跟艾梅 就是我们算准了 就是那一天 然后我说完蛋了 我们会这件事情 其实大概几天前就 有询问过妇产科医师 希望可以给我们就是眼睛 这是一些比较科学 我个人身体的部分 就是你吃了那个眼睛药的时候 你身体其实还是一直处于就是 像神里奇的部分 其实也都不是很舒服的状态 最近让大家印象很深刻 当然就是 女同志这个角色 对 就这个角色让大家对你印象很深刻 就觉得 其实你对于很多角色方面的诠释 跟健姐 跟大家其实是不太一样的 嗯 其实过往我的确都会选一些 比较特殊的角色啦 爸有演过一条鱼啊 或者是各式各样 那后来 因为姐的时代之后 就比较容易被定型成一个姐嘛 所以相继而来的角色 都跟这个比较有关系 然后后来 其实我也接过女同的角色 而且不止一次 应该也有两部三部 对 应该是那个任选之人第三部 所以 每次我演 就是女同志的角色的时候 又会被人家 拿起来跟姐的这个角色 相等 就是一样似乎成功的 成功的角色 然后又会被人定型 就开始有好多 女同志的角色 的那个剧本丢过来 因为你真心长得不是 老无我等人 我这当作是称赞 你可以装可爱吗 我可以装可爱 好了谢谢 我们就到这好了 就这样我要 我也是会装可爱的 我怎么没有人 教育的角色 那是真的不适合 不是外型的部分 里面 择偶条件有改变吗 跟以前年轻的时候 我已经没有择偶条件了 我学什么样的对象 我都失败 是吧 可以自暴自弃了是不是 我学什么 没有说真的 我这一辈子就是 都会有那种 心中理想的对象 都会有一个picture 要高啊 要干嘛 就是什么的 然后到最后 遇到了跟自己 就是想要的条件 蛮接近的对象 欸 这个感情还是失败 不会最后当你孤 不会 那我四位都单身 你要从中选择一位 跟他们细水长流的 细水长流 实际相处下来 我觉得KID 我应该无法接受 我以为你要选他 所以他是第一个被删除的 因为我觉得KID 真的太适合当兄妹了 其实我本来大家心想说 一定要选帅的 应该要选胡鱼威 对不对 但实际下来 我跟雨薇相处下来 我就 雨薇太完美了 但仔细想想 我觉得这些都是假象 是不是 我跟他眼中有皱纹 对 好 苍线的话 如果要不只高一点 就完美了 才有啦 我跟郭哥相处起来 就是他是比较木纳型的男生 OK 所以你觉得这种类型 你比较喜欢 可是我也很喜欢蔡湘线的个性 那你就是成高 所以要选个性的话 我会选长选 OK 那如果你说要选 就是 他是我未来孩子的爸爸 是个好爸爸 有担当 有健康 应该是国哥 就是郭哥了 对